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 過去這一年大家辛苦了 我們度過了各種的危機 但是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 仍然出現了新的危機 2012年的時候民進黨在幹什麼 目前的執政黨完全的執政 但是完全不負責 很多政策的推動 忽視的民意 欠缺溝通也非常傲慢 因為時空環境改變 如果我們政府常常都是用這個 真的會折損民眾的信心 他們以愛台灣為名 包裝獨裁的行為 侵犯了過去幾十年台灣努力 才得到的民主自由 最後犧牲的都是台灣民眾的權益 告訴大家他們是用什麼態度 來面對今天這個問題 要制衡一黨獨大 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 民眾黨要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 又需要大家一起來參與 集合眾人之力 讓民眾的聲音可以真正發聲 真正做到以台灣為名 以民眾為本 我要呼籲各位黨員 一起參與黨代表的選舉 讓更基層的聲音 可以被聽見被使見 11月5日 民眾黨第一屆黨代表選舉 正式爆名啟動 恳請每一位有理想 願意為民眾黨付出的黨員 踴躍參加 讓民眾黨的進步 大家都可以共同的來努力 謝謝大家